心灵丸岛 忙碌了一天 此刻你需要心灵的休息与沉淀 心灵丸岛是你心灵的加油站 为你加油 为你充电 你黑色的发 闪烁着和我 相同光亮 曾完成的梦 有你陪我一起闯 我们都等待 永恒的家乡 相同天堂 在每个汗也愿意温暖 彼此受掌 因为爱 恨你 不止一座天使岛屿 因为爱 恨你 不会轻易感觉失去意义 不惜蓝天绿地 还要彩虹同行 握起双手 心中仍相信我和你 因为爱 因为爱 你黑色的发 闪烁着和我 相同光亮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你收听心灵丸岛 大家好 我是英如 今天一开始呢 我和你分享的这首歌曲是 七色克勒乐团 他们的团长 苏玉修牧师所创作的 因为爱 想一想 在你的生活当中 有没有什么事情 是因为有一份爱 帮助你 让你愿意去做 去调整 去付出呢 我觉得爱 真的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 让一个人 除了能够活下去 还能够活得身心灵可以健康 除了阳光 空气 雨水之外 就是这一份爱 当这个世界有了爱 这个世界就不一样 当一个人的生命有了爱 他这个人的生命呢 也会不一样 但是相对来说 如果一个人 他从小没有感觉 感觉到自己是被爱的 那么他的生命 又会变成什么样呢 今天的心灵弯道 英如为你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 丁张豪 丁张豪从小呢 出生在单亲家庭 他虽然是在台湾出生 却是在国外长大 在许多同侪的眼中呢 他好像家境很好哦 这么小呢 就可以做小留学生 吃穿呢 都不用忧愁 然后妈妈呢 又是一个明星 似乎家世背景各方面呢 都让人觉得蛮羡慕的 但是对丁张豪来说 他却觉得自己过得很不幸福 虽然在理性上 他知道母亲对他的在乎 可是那一份孤单跟寂寞 却很深地烙印在他的心里 形成一个非常大的破洞 为了填补这份对爱的渴求 丁张豪踏上了寻爱之旅 可是在这条寻爱的路上 却是跌跌撞撞 今天心灵丸岛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张豪的故事 听听他是如何找到这份真正的爱 也促使他的生命不再一样 大家好 我叫张豪 现在的话我是在教会做全职的同工 跟我太太一起 在教会经营共生家园 那我们的家是接待的 包含了有国中生 高中生 大学生 还有一些已经是所谓的社亲 他跟我们每天生活在一起 对 这是我们主要的生活内容 那从小我自己感情丰富 就是很小很小就很向往要谈恋爱 对爱有一份可求 我跟我哥哥是同母义父 那自从爸爸妈妈的婚姻破裂了以后 内心就有一种莫名就觉得可求爱 所以我就是我用各样的方式 希望能够让人家把那个焦点能够放在我的身上 所以从小我就会在小学的时候 我就会去偷我妈妈的钱 然后交酒肉朋友 从原生家庭单亲的那份孤单跟寂寞 对爱的缺乏 让我是更失落更孤单 所以其实我从17岁的时候 就为了要寻求爱 所以那时候就也是交往啊 然后也跟女孩子有了第一次 所谓身体上的关系 所以我开始觉得这种 所谓身体上的关系 会满足我对那份爱的可求 从本来交一个女朋友 然后渐渐的变成是 开始会就是欺骗 后来变成是劈腿 再后来变成是说 我可以早上中午晚上跟半夜 都是跟不同的女孩子睡在一起 而且渐渐渐渐我变得很冷血 就是因为每一个女孩子都都怀过孕 都度过胎 就是一个孩子一个一个生命 这样子拿掉 所以到后面我已经变得很很习惯 所以那时候那个心地是非常非常坏 觉得反正只要我喜欢 有什么不可以 那时候我高中还没有毕业 我等于就只能用打工的薪水来生活 那要支付这么多的开销 又要在人面前好像中的自己是 家里还不错啊 可以有车子啊有什么 但是所谓的有车有手机的背后 很多时候都是硬是要跟父母亲要来的 用暴力的言语 用这种威吓的言语 躁郁症其实是在无形中 这样累积出来的 那个躁郁其实也是一个所谓的要人家关注你的行为 要爱的行为 你透过那个在表达我需要爱 但是已经变成一个是暴力的行为 所以有时候甚至吃饭的时候 一句不重听的话 我可以把整桌的菜整个掀掉 破口大妈 直到有一天 我的妈妈最后不得已 她只好找精神科的卫生所的人 那他们是陪同有警察来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才 渐渐的开始接受 我有所谓的躁郁症 透过吃药确实缓和我的情绪 所以我是在那段时间 我才能够回到学校去 读了补校 然后读了大学 妈妈其实在跟我关系破裂之后 我其实不知道她最后是去上吊自杀 她也是被我逼到精神上有状况 所以她就去找了当时的她的精神科医生 这个精神科医生不是基督徒 可是却告诉她说 那你为什么不去教会 然后妈妈就 她知道她在绝望当中 她进到教会 在一个晚上有一个弟兄 她把教会的一个 就是那是牧师爷的家 一个小房间打扫干净 接待了妈妈在那边住 她妈妈很奇妙地吃了安眠药 在那个时候睡了六个小时 她就觉得有效啊 所以第二次再去的时候 被接待到小组 在吃爱宴的时候 能吃耶 所以她就感受到那份神迹背后 那份真实的爱 然后她自己从这样的绝望中 有路可走 她知道这份爱 能够拯救她的孩子 所以一个母亲 对一个孩子 那份迫切的心 促使她一天 十六个小时的祷告 整整一年在上帝的面前 那那一年的时间 刚好也就是 我跟太太相遇 刚好就是那一段时间 非常感谢丁张豪如此敞开的分享 那么张豪在面对这个感情当中 不断不断的失败跟挫折 包括她自己的精神都出现了状况 似乎人生走入了谷底 那么她又是怎么从谷底翻生的呢 下一次心灵玩倒 让我们空中再相会咯 拜拜 曾经在跌落谷底的那一天 你赐予最深刻的安慰 将自己的一念 相复在你的面前 愿我一生充满你的恩典 路途中的黑夜 轻轻握像雨点 彩虹如影尸 在天边出现 未来的梦想 不一定会实现 有你胜过全世界 作词 李宗监